袁文哉俗就書折上一會 那個屠十四娘 見到彭林就竟然懷疑起 玉羅實和小宴 他就想彭林說出 他對這個主僕二人的一些看法 彭林就說一般的文藥書生 沒理由夠膽和武林中人一起住埋 避都避不及 但是他們倆竟然不驚 和他們結伴義行 那你是不是很懷疑 屠十四娘也說 這件事我也想過 但是往往有一些壽彩 他就很喜歡和武林人士結交為友 這也不奇怪 何況 你記不記得你在酒店那裏 用把劍斬斷了蛇 救了他的輸同一命 或者有心感激 才願意和我們結伴在青城山 一來路上是有盤 二來他感到 或者我們可以保護的主僕兩個人的命都說不完 是呀 是呀 單憑這一點 是不會引起人家的懷疑 但是 屠女俠 你看看他們兩個像主僕嗎 哦 為什麼不像呀 又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主僕 感情那麼融洽那麼好的 說他們是主僕 不如說他們對好兄弟更像 啊 啊 這樣都很難說的 或者他們自小一起長大 這個書童仔又那麼聰明那麼壽氣 心得主人的寵愛 一向在主人面前無拘無束 都說不來的 是 主僕之間 情如兄弟的關係就不是沒有 但是最令人懷疑的就是今天發生的事 這個書童 好像預先知道樹林有事要發生 事先就說要撒屎就避開了 當我們危急的時候 狗幽小怪突然間出現了 後來狗幽小怪走了 這個書童仔又出現了 世間上的事又那麼巧合的嗎 屠十四娘一疾就問 那你只是懷疑這個小書童是狗幽小怪了 單憑這一點 還不能夠肯定 因為世上巧合的事 往往的確就出人意外 最令人驚奇的就是 這個書童身上 竟然有武林中的奇珍二寶 就是明洞江湖的韋氏女俠九轉金創環雲丹 他們不是武林中人怎麼會有這種良藥才行的 一般書鄉人家 哪裡來這種奇珍二寶 屠十四娘一聽就說出這種藥的名字 這樣才真正大嚇一驚就說 你知道那個狗轉金創環雲丹嗎 我有一次身受重傷 多得韋氏女俠的弟子 最劍雙花之一的霞女俠雙狗 給我吃了兩顆這樣的單藥 從國兄弟和公孫兄弟的傷口複合的情況看 這種單藥一定是九轉金創環雲丹 以上種種跡象來看 我可以肯定 那個所謂書童仔 肯定是江湖上人家傳說的狗幽小怪 蛤 他是狗幽小怪嗎 你沒想到 他或者是最劍派的弟子呢 不會的 最劍派的劍法 沒那麼出神入化 身段也沒那麼優美 從他閃避黑衣人 突然間出暗戰的武功 跟人家說的狗幽小怪的武功一樣 還有圖女俠 有一件事 我更加可以肯定就是 你知不知道郭弟 在路上跟我說一句什麼說話 他說什麼說話呢 他說 他當時被喪魯魯的毒藥 差不多迷到他那時候 他朦朦朦朦朦聽到書童大叫一聲 說不准你傷他 顯然救我們的就不是什麼神龍怪黑 是這個小書童 那個喪魯魯又自認 雖在狗幽小怪的手下 那麼這個小書童不是狗幽小怪又是誰 但是我們這兩天 都被這個扮成書童的狗幽小怪整股了 如果不是黑衣殺手出現 我真的不敢相信這個小書童竟然是狗幽小怪 屠十四亮就不聽油字可 一聽就真是佩服彭林的深思神物 以及觀察人的細緻 他現在有點擔心 試探就問 彭女俠 如果這個書童真是狗幽小怪 會不會對我們不利呢 好難說 江湖上人心險惡 令人難測 我都不知道狗幽小怪對我們不利 不過 我總是感到狗幽小怪 就不像人家所說那麼凶狠那麼殘忍 甚至覺得 他給人一種可以信賴的感覺 唉 總之無論他對我們怎樣也好 無論他對我們有什麼企圖 話畢他救了我們兩次命 就算以後有什麼不幸運 他真是出手要殺我 我都唯有把這條命交給他 絕對不跟他為敵 屠十四亮一聽 不跟他為敵 這樣才放心 彭女俠 你又不用這樣 正如你所說的 他給人一種親切可信賴的感覺 他既然從黑衣撒手中救了我們 也不想讓我們知道 就不像那些私隱徒步的偽君子 更加不是那些以此威脅的小人 看來 他起碼都不會拿我們這條命 平心而論 以他這樣的武功要殺我們 易如反掌 至於他這樣做 是不是想取得我們的好感 運入青城山 不讓人家注意 那我就不敢說了 屠女俠 正因為這樣 我和國弟 決定就不參加青城山會盟 最好想辦法勸勸小怪 不要去青城山 與武林人士為敵 他肯聽你說話嗎 聽不聽是另一回事 反正盡了我們的心 你想想 青城山高手雲集 那裏很多能人高市 就算小怪無功驚人 孤身一個 都很難免 沒有性命之憂 這一點 我希望屠女俠 來勸一下他 舊憂小怪 既然他有心磊落 恐怕都不會聽我們說的了 好了好了 明天我儘管試一下 最好就勸得他回去 這樣就兩全其美了 但願如此 但是世上的事 十有八九 難如人意的 就算你貴如帝王 都不能夠事事如意的 是不是 屠十四娘想不到 這位在蟬禁靈一帝 絶測風雲的彭女俠 竟然會說出這種說話 就看他現在 一身道孤打扮的嘛 難道他就是因為這樣看過紅塵出家的 所以他就問 彭女俠 我有一句說話 不知道應不應該問呢 屠女俠 你有什麼說話不怕照直說呢 我想知道下彭女俠 為什麼在紅裝不著要換上道袍呢 唉 為情所困啊 不得不如此的了 屠十四娘就想不通 他怎麼都想不到彭林會這麼直率 說出來為情所困啊 難怪江湖上的人傳說彭女俠的行為作風 往往就出人意外 他跟著就問 彭女俠 你今年都未到二十 就出家 可不可惜點呀 只有這樣 才可以擺脫煩惱 不知是哪一位負心人辜負了你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或者我可以幫一下你忙的呢 屠女俠 這件事你怎麼都幫不了我了 多謝你先 是不是公孫良呢 屠十四娘這樣說呢 就為隱為的隱隱若若聽到公孫良在這兒 虎虎追著彭林 所以才這樣問 但彭林就說 只是他一個 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喔 還有第二個呀 不會是國翼吧 只是他 啊 彭女俠 你也是武林中一位奇女子 那你在他們兩個當中選一個就可以了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 照我看呢 他國翼的年紀是小一點 跟你就不當合適 公孫良這個人不錯呀 為人又夠瀟灑 性情又好 何況他對你一片癡情 屠女俠 你了解他的為人嗎 啊 那他有什麼不妥呀 有什麼不妥 我都說不出 我跟他這麼多年交往 可以說直到目前 我都還是看他不透是個什麼人 斜 金無十足 人無完美 他是好人壞人 你總是分得出吧 一個人呢 難免沒有什麼缺點 你也不要太過苛求 難就難在這裏 他又好人壞人 我現在就看不透呀 他又好人壞人你都看不透呀 江湖上 誰不知道 旗山鐵北俠 是俠道上一個有名望的人物 他怎麼都不會 是一位藝君子吧 說他藝君子呢 我又不敢說 總之 我感到他這個人 好像水中之月 鏡中之花 看得見是摸不透的 屠十四娘就不出聲 他心想 如果公孫娘真的是這種人 他就真的要提防呀 但他忍不住又問 所以你呢 就來個利劍斬程師 以免被他兩個所賤是吧 是呀 就是這樣 但是從他們兩個情形來看 恐怕你沒有那麼容易擺脫呀 出家人不言分嫁 他倆都內行不了我的 咦 是呀 彭女俠 你對這對主僕懷疑的事 不知道他倆會不會同樣懷疑呢 如果說國藝呢 我敢說他 他或者會有些懷疑 但是他的人就很重感情的 這件事 他懷疑他都不會隨便說出來 到時他會和我一起 分在面上的 公孫娘我就摸不透了 不知道他懷疑不懷疑他們兩個 萬一公孫娘懷疑他會怎樣 好難說呀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喂 彭女俠 我們不如 說些說話試一下他 看看他懷疑不懷疑 陶女俠 你最好不要這樣 他這個人很聰明的 就算懷疑 也哄不到他說話的 照你這樣說 那他的人不是很得人害怕 得不得人害怕呢 好難說 但願他不會懷疑他兩個 你特地去試一下他 反而令到他懷疑他兩個 那又是 但願他不懷疑就好了 唉 我始終還是想勸小怪 不要去青城山 屠十四娘心想 如果公孫娘真是一個這麼得人害怕的人 就算小怪不去青城山 他會放個小怪嗎 這陣子我們也不說屠十四娘和彭林 說玉羅撒和小燕 他們兩個現在都無份 也都是低聲私語在那裡說話 小燕就問了 玉姐姐 這個墓中樓的樓主是什麼人 你知不知道 莫說墓中樓的樓主是什麼人我不知道 就算墓中樓在什麼地方 恐怕江湖中也很少有人知道 沒人知道 那為什麼有人請到他們出來殺人 墓中樓的人 神秘就神秘在這 只要有人放出聲氣 想請他們殺人 墓中樓的人就會找上門跟你合談生意 這樣 要找他們樓主就很容易 為什麼這樣說 只要我說 我想請他們殺人 那他們就自己找上門 就算是他們找上門 你都不知道誰是樓主 沒理由他來找你的話 說自己就是墓中樓的樓主 是不是 蠢妹 問他他都不說了 你殺了他他都不會說的 那我又不殺他 我搞到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痛苦 那他就說了 哎呀傻妹 說完小孩的說話 還有他們這一行 怎麼會不想到這一點才能 只要一見到勢頭不對 他們就扯了 如果扯不了 都會自殺身亡 還被你搞到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厲害啊你 到時這樣殺了他 讓無中樓的人 死一個少一個 我看看他們有多少人自殺 哎呀 不要說完那些傻子了 他們上了一次當 還會上第二次當嗎 再說 殺他們的人 你一家人 別想過好日子 就算你武功再好 一時殺不了你 他可以殺你老爸老母 殺你妻子兄弟兒女和親友 你住的地方 會被他一把火燒掉 所以一般人 很不想我接觸他們的 只要你這個小怪才夠膽撩他們 照你這樣說 我以後就不用說安樂日子 是啊 那個走掉了的黑衣殺手 他不是嚇雞那麼嚇你的 你以後小心點 好啊 他將來碰到我 我看過多少條命來送死 你只得 總有一天 我叫霧鐘樓在江湖上除名 再無福存 是 這樣就叫做惡人自有惡報了 照我看呢 霧鐘樓如果是識時無的話 從此在江湖上消聲匿跡 或者不再撩你這個小怪 這樣就好一點 如果不是 你這個小怪又有新花招了 蛤 你不要開玩笑啦 玉姐姐 你不覺得今天的事有點QK嗎 這群神秘的殺手 為什麼會在這一帶 向桃姐姐和棉山雙峽下手 是誰請他們出來殺的 小兄弟 我看這個行動 當然跟那個神秘的黑戰有牽連 他最終的目的 就想殺害合意之事 嫁禍給你 就引起所有武林中人對你的仇恨 但是這一次又不同了 他請了霧鐘樓這幫殺手 更加被你添離麻煩 因為霧鐘樓的人 才是真正不怕生死 真正的亡命之徒 殺人是他們的神聖使命 不達目的 死不罷休的 所以我就說你以後 更加麻煩多多 玉姐姐 請霧鐘樓殺人 有多少銀 我聽人說 霧過萬兩銀 霧鐘樓是不會出手的 如果請他們殺武林中的出名人物 價錢更加高 那陶姐姐他們算不算是武林中的出名人物 四川圖門 在武林中很有地位的 他當然是算有名的人物 玉姐姐 你看看 殺陶姐姐 要多少錢 我估計 我估計 沒有七八萬兩銀 他們不會出手的 因為陶家的人 沒有林中沒有人夠膽去撩他們的 是呀 是呀 那再加上棉山雙銀 和那個什麼鐵筆銀 那豈不是要十幾萬兩銀 可能不止 死得他呀 不知道哪個這麼多銀要請他們出來殺這幫人呢 這句話我鄭達說的 不是他說的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再說 呀 你 嗯 嗯 嗯